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处处茅庐 没有名气的新人 也能参加 设计大赛并不限制参赛资 只要能力强 能力强 什么能力 走后门的本事吗 还是说 又放上了你的眼前 还是大赛的主办方 先颁奖好吗 有什么事要回头再说 我拒绝被洛言为颁奖 姐轩 姐轩 你听我解释 我还想要出国去找你 找我 找我干什么 难道你想把五年前的事 再让我回忆一次吗 骆彦威 他是谁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 你就没什么好处了 分手吧 薇薇 别闹 你还看不明白吗 你身无奋文 毫无前途 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未来 我已经拿到了计划身的名 你等我 我能等你多久 三年 十年 还是二十年 我等不起 也不想等你 我跟他在一起 马上就能嫁入好 成为好门太太 等你好聚好聚 我爱你默默的坚持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 多希望你对我 五年前 你嫌弃我一无所有 五年后的今天 又回来找我 怎么 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 把你甩了 现在 看前男友发达了 又想吃回头草了 没有 我就回来看看 之前为了钱 抛弃我的女人 现在 滚 目前来看 也不过如此 哎呀 老同学啊 当初你为了钱 抛弃男朋友的时候 肯定没有想过 人家现在成为总裁了吧 人家讨厌你 都不会一般讲 你何必纠缠呢 哎 别走啊 我可是记得当初 你在学校追齐轩的时候 有多甜 怎么 想顾气成诗啊 卫宇 当初你想追齐轩 没有追上 怎么 现在你是追上了 你 所以 你有什么资格多管闲事 你嚣张什么 你和齐轩现在身份 天差地别 早就已经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 你当初竟然为了钱 抛弃他 就该知道 齐轩恨透了 实相 太远点 是啊 我早已不是五年前 还没破产的 富家千金 如今的我和齐轩 天差地别 当初就算是另有苦衷 可我和他终究 还是无法在一起 骆小姐 人无万人 以你的设计才能 肯定能进LK集团 别因为外界的声音 而动摇了自己的出现 对 我一开始的目标 不就是拿奖 进LK赚钱还债 然后找齐轩复合吗 现在奖已经拿到了 也许LK的录取通知书 已经在路上了 剩下的债也很快 就会还完 最重要的是 齐轩也已经回国了 我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重新追回他 喂 许少 对 你在我这定制的项面 已经做好了 现在送到新月餐厅吗 好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这个就是让你魂牵梦绕 不惜回国的前女友 你还别说 长得是不错 但是说实在的 他能为了钱抛弃你 就说明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再说了 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人追呢 干嘛对他念念不完 你想多了 我早就对他死心了 走吧 不如去吃饭吗 好 那就去新月餐厅吧 今天非要放你一次去 卫卫 哥 你又怎么来了 我听说齐轩回来了 还在颁奖上难为你了 哥 你别担心 我没事的 你都被当众难为了 还没事呢 要不是因为新闻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齐轩在哪 齐轩在哪 我去跟他解释 五年前的误会 哥 什么没必要 齐轩当时出国 本来你可以跟他一起 但是咱们家破产 奶奶又病重 你怕连累的 才找我演戏跟他分手 你不欠他什么 怎么能当众羞辱你呢 当初我们家的家庭情况 相差太大 我怕齐轩会有压力 我就没跟他说我们的家庭情况 现在我们家都已经破产 你再去跟他说他不被相信 要不是因为家里破产欠下债 导致你跟我们一块守护 你们两个 现在也该争成捐属 哥 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别担心 我跟他的事情 我会自己跟他解释清楚 就别管了 哎呀我还得给客户送东西呢 陆小姐 这里 许少 请坐 这是您定制的项链 这是 那不是徐家的小少爷和你前女友 我听说 徐家那位最近一直在相亲 难道 他在和你前女友相亲 齐轩 怎么这么晚啊 我室友被逼相亲 我安慰他就来晚了 你说这世上怎么有相亲 这么讨人厌的事情 这么生气啊 其实相亲 也是学生性命的一种方法 也是 不过反正我以后 要是跟你分手了 我是不会去相亲的 谁要跟你分手啊 开玩笑的吗 你神奇啊 我们不会分手的 知道吗 我这辈子啊 就跟你一起纠缠一辈子 我没从胃口 贼吃 我那位相亲对象告吹了 这东西留给我也没什么用了 送你 许少 你出钱我帮你设计首饰 这只是一场交易 这东西 你还是留给其他的人处理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齐轩 你怎么在这儿 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喝醉了吗 我清醒得很 赖呢 露云威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小的可真开心 你就这么喜欢跟以前人在一起吗 还是说 你这么缺结婚对象 我没有 学家才有几个钱 你这么想要找有钱人结婚 会不会跟我结婚 我比他们都有钱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跟不跟我结婚 可是 你不是讨厌我吗 我是讨厌你 但是现在 你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爸妈一直催 我又不想 重新认识 又不想 虽然找一个人结婚 不如找一个熟悉的人结婚 我不关心 原来是这个原因 算了 我愿意 我和喜欢了七年的人 终于结婚了 给你我的付卡 以后有需要花钱的地方 从这儿花 不用 我自己有钱 是吗 你前男友给你的钱 妈没花完吗 没有 其实当年 别跟我提当年 我不想知道 当年 你跟你前男友 有多恩爱 给你就拿着 或者 别人还以为我 多亏待老婆呢 走吧 跟你去搬家 我们住一起 怎么 结婚了 不住一起吗 秦太太 我可不想 新婚第一天 就分局 我没想分局 走吧 我跟你说 东西 你前男友够抠的呀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这么点东西 他平时是不是舍得给你买东西啊 不是啊 我 我 不用解释了 我不想听 我睡 哪个房间 家里没有第二张床 你要想在低床 请你睡 我喜欢睡床 你不介意就行 齐寻 齐寻 怎么了 我被LK公司录取了 明天就去公司上班 不就是个工作吗 至于这么开心吗 你不知道 LK可是所有设计师的梦想 我是得了新月设计师奖 LK公司才给我发了offer 离我的目标之一 又完成 是吗 上班才挣几个钱啊 再说了 我不是给你我的卡了吗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说 你宁愿愿意花别人的钱 也不愿意花我的 不是那个意思 别乱去 你刚才说 完成了目标之一 那你还有什么目标 之前的目标 除了入职LK和还债 还有和你复合 但现在已经和你结婚 我的目标就变成了 让你重新爱上我 算了算了别说了 我也不想知道 这是一些 可以找到你名下的资产 把这箱 酒店 齐全高尔夫球场 这箱都太贵重了 我不能了 让你签就签 这些对于我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你 你名下什么都没有 这样传出去啊 别人还以为我 磕待自己的老婆呢 时间不早了 受硕士早睡吧 喂两个小时内 收购LK公司 顺便 送我下去 我老婆明天去上班 不要让她受到人和委屈 我真的嫁给他了 不是在做梦 不是在做梦 五年不见 成熟了 也更瘦了 我睡相不好 没有打扰到你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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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把衣服穿好 我 你还说我呢 你看看自己 你今天不是要去新公司报到吗 你们公司 不是几点半上班吗 现在已经九点了 什么 你怎么还在这 还要了 我迟到了 过来 过来 把早饭吃了 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还是先不吃了吧 拿着 如何吃 那我先去上班了 齐萱 嗯 这么多年了 还是忙忙早早的 陆一辉 你怎么会在这里 关你什么事 我可是来LK报到的 你来我们公司 当然管我的事 是吗 我也是来报到的 哎 总监 这齐总刚把我们公司收购 就让我们来照顾 今天上班的总裁夫人 那这两个 是哪 是 这个肯定不是 那个颁奖的会啊 我看过 这个女人当时为了钱 抛弃了我们齐总 啊 然后齐总啊 非常厌恶她 那奖都不给她办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总裁夫人 那就是 另一个 对吧 走 走 哎呀 您就是总裁夫人吗 哎呀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来忘了 哎 我是总监徐维 以后您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我就行 我叫张丽 那个 和您一个部门的 您叫我小张就行了 什么总裁夫人 他们这是 认错人了 啊 没事 以后 大家都是同事了 叫我卫语就好 嗯 不过 我比较喜欢这调 啊 都 我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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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 啊 好 这边请 许总监您好 我是今天来报道的 我叫骆云威 啊 行 知道 你自己去人事那边办理路 这小事啊 啊 哈哈 来 我们这边请 对对对 请 骆云威 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怎么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屈尾 从哪儿得的假消息 反正我假装一下 也没人知道 骆云威 我口渴了 去给我倒杯水去 不要太凉 也不要太热 我跟你说话呢 你没听见是不是 就是啊 骆云威 总在夫人跟你说话呢 你要喝水不会自己倒吗 这是我家公司 我为什么要自己倒水 你要是不想自己倒水 那你就渴着 骆云威 骆云威 你还是快去吧 不要惹她生气 夫人 怎么了呀这是 现在的员工都怎么回事 我口渴了 想让骆云威给我倒杯水 她都不愿意去 骆云威 你这第一天上班 态度就这么恶劣吗 我的工作内容是设计珠宝 不是给她倒水 你的工作内容 由我来决定 去 等你倒杯水去 我突然间又不想喝了 我突然间又不想喝了 去给我倒掉 不好意思啊 手没拿吻 怎么这么笨呢 也不知道工作上面有没有马虎 上去 今天晚上 让她在这加班 美美美 今天晚上工作必须完成 完成不了 不准回家 别气了 今晚她 就在这加班吧 堂堂LK公司 怎么会有这么缠绵的员工 算了 正好熟悉一下工作 今天第一天跟大家认识 明天正好是周末 不如请大家去 骑行高尔夫球场玩吧 哇 魏宇 你真心善 带我们去开演技啊 骑行高尔夫球场 这不是骑行 送我的球场吗 骑行高尔夫球场啊 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报道 没想到我自己也能去啊 高尔夫球场第一次去 会不会被笑话 哎 怕什么 有魏宇在呢 不会亏待你 罗云威 高尔夫球场 你该不会不敢去吧 我有什么好不敢的 那我们明天见吧 一会儿把这东西帮我分享 看你今天心情挺不错啊 这什么好东西啊 这是我的喜堂 什么 我结婚了 结婚了 不是 这什么情况 你一个黄金单身汉 这才一天没见你就结婚了 到底是谁拿下的你啊 难道 是罗云威 你不是特别恨他吗 恨他恨到跟他结婚啊 就是因为恨他 才把他坐在身边 让他知道 当年抛弃我 是多么错的选择 你 你这 毫无逻辑啊 明明就是爱人家爱得死去活来 为了人家从国外回来 现在这么迅速地 把人家拿下保在身边 难道你就真的不计 他当初为了钱 离开你吗 都是过去事 现在啊 谁也没有你有钱 我相信 嫂子应该不会再保险你了 你下班了吗 我今天得加班了 明天休息 那同事们要去提寻高尔夫球场聚会 你去不去啊 不去 兄弟 你这也是干嘛呀 你好不容易给人家骗到手的 你怎么总是口是心非的 你这不是把咱们买推吗 行 咱俩兄弟一程 我不想看你轻我看看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这老婆呀 太红 等哪天他伤心了 给你提提婚 你哭都没提过你去 喂 我老婆明天跟同事们聚会 帮我好好照待一下 另外 惊喜 帮我准备好 看来 你这真是被陆远备拿下来呀 妹妹 这负责人说了 今天总裁夫人要过来 你跟你同学炫耀完 得赶紧走 千万别让总裁夫人撞见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千万别让人家知道你是我哥 韩国总裁夫人知道吗 哇 哇 这就是所有和好都求来的高尔夫球场吗 听说这个球场光有钱还不行 得是身价五百亿 成为会员才能进来 没错 这高尔夫球场啊 就五十个会员名额 没想到我有一天也能来 嘿 总裁夫人 得给您准备好了 这是你名下的产业 啊 昨天没有来得及告诉大家 其实吧 我老公他本人比较低调 所以他不喜欢我在外面展示自己的产业 真羡慕你啊 我就没你这么好的命了 这高尔夫球场是您的 嗯 只是一个球场而已 我名下产业有很多的 其实这个球场也是最近才刚翻新 之前还有人偷溜进来 想来也只是一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人 开开眼罢了 这就是齐轩转到我们一下的球场 什么时候成魏羽的了 洛元卫 你应该没有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吧 魏羽 你为什么要撒谎 这明明不是你的高尔夫球场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 洛元卫 难道你是嫉妒 魏羽嫁给了齐总 想说这球场是你的 当初不是你 贤贫爱富 抛弃了我们老板齐总 现在这里装什么主子呢 LK公司也是齐轩呢 你才知道 魏羽前一天来我们公司 齐总就把我们公司收购了 就是为了让魏羽 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这待遇你想说不来 就是啊 有些人还是别想着 飞上这头变凤凤了 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身份 配得上和我们齐总说话 要不是有些人啊 贤贫爱富 抛弃了齐总 说不定这高尔夫球场 就是他的了 只能说 有的人有眼无珠 天生没有富贵蜜 怪谁呢 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我们是来玩的 不要闹得不开心 不是对不起 我来迟了 没有耽误你和同事们聚会吧 他才是总裁夫人 夫人 齐总给你准备了惊喜 马上就到 我现在还能见见 骆元威才是总裁夫人吗 不是 您搞错了 这位 这位是总裁夫人 就是啊 骆元威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 你看他穿成这样 像总裁夫人吗 对啊 他当年 贤贫爱富 抛弃了齐总 齐总恨的都还来不及呢 他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啊 我才是 你是什么是啊 我们都看新闻了 齐总拒绝给你颁奖 你要真是齐总老婆 齐总能这么对你吗 所以这个 这个才是总裁夫人 对不起 总裁夫人 我永远无珠 认识错了人 哎 到底是什么惊喜啊 快带我们去看看呗 对对啊 既然大家都想要看 那你就带路吧 好 呃 大家跟我来 冒充我身份 我倒是看看 贝鱼想干嘛 哎 各位 看 哇 这么多礼物 让我喂最新款 吧 妈妈是的包包 天呐 这几总对喂雨也太好了吧 这样未经允许直接打开不好吧 没事 这不女婿约在这儿呢 是啊 大家随便看 就是一些包包而已 其实你就想没事给我买包 哎 这还有蛋糕呢 上面还写字呢 看啥 洛元威生日快乐 这怎么回事 怎么写的洛元威的名字 难不成这个高尔夫球场的主人 真是洛元威啊 难道 我们都搞错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洛元威真的是总裁夫人 是怎么可能 你看看怎么回事 我给蛋糕店的名字明明是总裁夫人 夫人的名字都能搞错 这事怎么办的 对不起 不会有下次 算了算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别为难他了 还是夫人欣赏 魏宇 你抓够了没 这蛋糕明明是给我准备的 洛元威啊 你一碗没碗了 你们能聪明一点吗 如果是搞错名字的话 怎么会刚刚好写成我的名字 是啊 怎么偏偏写着洛元威的名字 魏宇 到底洛元威是总裁夫人 还是你是总裁夫人 当然是我 你说清楚 这名字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夫人 最近 球场翻新人手不够 之前 就有人偷偷溜进来 这个女人 肯定是之前 溜进来更换了信息 所以 导致我写出了名字 洛元威 是你调换了信息是吧 你能不能做这种事呢 洛元威啊 你还要不要俩 那你们说说 我为什么要偷换这个信息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还用说 是你去用心作祟 就想在这个时候点替我的身份 好让大家恭维你 你 不要你 你把他给我丢出去 这里不欢迎他 不欢迎他 难道欢迎你们吗 起早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齐轩 你来了 怎么回事啊 你们想干什么 金总 是这个女人以下犯上 所以我们才教训她的 这 不是你们求她的理由 我让你招待好我的人 你就是这么招待她 齐 齐总 我的爽 对不起 哦 是她 是她 我才会认识她的 你被开除了 我们骑士集团 不需要你这样 胳膊争我外拐的人 齐轩 我 你们几个 敢趁我不在的时候 欺负我的女人 都给我滚 齐总 我误会 这 这都是误会啊 是啊 齐总 我们不知道洛元威和您的关系 薇薇 你帮我们说说话 齐轩 你听我解释 闭嘴 为今天齐总的话吧 都给我出去 这 我欢迎你们 走 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被他们几个蠢的给破坏了 没事 我很喜欢 这样已经很好了 你有没有受伤啊 哦 没有没有 你什么时候收购的LK啊 在你上班的前一晚 你怎么没跟我讲呢 收购一个公司而已 为什么还要告诉你 你说过的是我上班的公司 难道不应该让我知道 我以为你上班的第一天 就知道了 我明明跟下面的人已经复复好了 你怎么还跟下面的人打招呼呀 你不想搞什么特权 你在我的公司上班 我让人照顾你 这不很正常吗 可是我不想搞特权 我只想安安静静 按部就班的上班 我也不想被叫什么总裁 我们结婚的事 你别跟别人讲好吗 我们结婚的事 你就这么不想让别人知道吗 不是 齐轩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 魏宇 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齐总说洛元威是他的女人 是啊 难不成那个洛元威才是总裁夫人啊 齐轩那么讨厌洛元威 洛元威绝对不可能是总裁夫人 你们又不是没看新闻 齐轩在颁奖会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拒绝洛元威给他颁奖 他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 可是齐总对洛元威那么好 反而对你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 齐轩没理我 是因为最近我们在冷战 所以他才让一直纠缠不清的洛元威来气我 我问你 齐轩是不是背着我 偷偷带洛元威来过 是啊 您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原来齐总 包养的那个情人就是他 原来是这样 洛元威表面上人出武汉 竟然是这种人 是啊 怪不得齐总刚刚这么糊了他 这些都没有一句 你们还是不要乱说了 怎么乱说了 刚才人家工作人都说了 洛元威是情人 就是 你可别被洛元威给骗了 他可不是什么晒谈 走吧走吧 反正今天也玩不成了 今天的好心情 全让洛元威给破坏了 小语啊 那个洛元威好像真的是总裁夫人 我接他的信息让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不可能 齐轩那么讨厌他 怎么可能会娶他 你先走吧 我会调查清楚的 齐轩你等等我 洛元威 你到底和齐轩什么关系 现在知道紧张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 都是你 为什么说齐轩娶的人是你 你不知道他其实没结婚吗 没结婚 我就说呢 你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 看来是你一厢情人 想要巴结他是吧 你别扯开话 为什么冒领齐轩妻子的身份 谁说我冒领了 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齐轩 现在依旧喜欢 你怎么知道他以后娶的人不会是我 以前齐轩看不上你 现在也不可能喜欢 你用不着激怒我 就算我没有机会 也轮不着你 别忘了 当初可是你抛弃齐轩的 像他那么骄傲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跟你复合 我劝你别纠缠不放 那我们拭目以待 会让你有机会勾搭齐轩的 这个人怎么还是一生气 就喜欢不接电 别别 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晚上跟同事去聚餐吗 怎么大半夜的 还在马路上呢 没事 我就是一个人随便走一走散散步 齐轩 你怎么不接电话 我以为你生气了 上车 我送你回家 我们已经结婚了 以后 离你前来要远一点 齐轩 你误会我们的关系了 我们已经连证结婚了 以后 他由我来接 麻烦你 离他远一点 什么意思 你 结婚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讲 我办婚礼的时候 请你来喝喜酒 妹妹 不会是误会了吧 妹妹 好好跟齐轩解释 可别因为我让你们的感情产生裂缝 哥 你别担心 我会说清楚的 我劝你最好别再跟他联系 你误会了 刚刚那个是我哥 秦哥哥 不是的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否则 我会让他连夜离开江城 他现在开着车很危险 又在气头上 我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算了 等他冷静了再说吧 洛源卫的设计方案不合适 打回去 重做 什么情况你这 什么 不是 我说兄弟 这次确实是你的不对啊 人家只想安安静静地上个班 不想摆什么总裁夫人的谱 你怎么能误会人家呢 还把人家方案扔回去重做 公报私仇 确实是你过分了 我没有为难他 他的方案确实有问题 那行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你是我俩结婚了 但是我还摸不出他的心 他对我 没有一点感情 人家要是对你没感情 那跟你结婚干什么 不是我说兄弟啊 你俩就是沟通的时间太少了 你俩就是沟通的时间太少了 要我说 你就多抽出点时间来 陪他灌红街看看电影 哎 你俩都结婚这么久了 见没见过他家人 我 齐萱 你周末能不能陪我去看看奶奶 我还没有告诉他我结婚的事 你看 刚说了你没见过他家人 这就邀请你俊阳奶奶了 这也是向你示好的 跟你答应他 好 我周末开车聘你去 我说兄弟啊 这老板是你好不容易才结婚的 你可别做啊 行了 我知道了 奶奶 我跟齐萱来看你了 奶奶好 我是微微老公 齐萱 你俩什么时候结婚的 奶奶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 我们俩也是刚结婚不久才领的镇 这不 一到周末就抓紧时间来告诉你了 之前都没见过小齐 怎么突然就结婚了 哦 我之前啊 我之前啊一直在国外 刚回来 我俩也认识很长时间了 但是您别担心 我俩已经交往很久了 绝对不是什么事 小齐啊 小齐啊 你可得好好对我们微微 微微这孩子不容易 要不当年家里 等等 你叫齐萱 哦 我微微上大学那会儿男朋友齐萱 奶奶你 你知道我 哎呦 微微上大学那会儿啊 成天是齐萱长齐萱等等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呢 齐萱 我想喝杯奶茶 你去帮我买杯回来可以吗 好 微微 怎么回事啊 当初咱家破产你不是跟他分手了吗 怎么你俩现在有结婚了 是 我们也是最近刚碰上的 刚好他家里催她结婚 我就 这什么话呀 那他知道咱家当年的事吗 奶奶 这些事他还不知道呢 不过你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告诉他的 那他对你好不好啊 现在是做什么呢 奶奶 他现在啊 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但他对我很好的 微微 你是不是因为奶奶住院开销太大 给你压力 你才跟他 不是的奶奶 你想哪儿去了 我要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 我怎么会愿意跟他结婚呢 唉 当年咱家破产 又赶上我重病 要不咱家也不至于现在 欠那么多债啊 要不是我 微微 你本来可以出国跟 奶奶 这件事都过去了 再多的钱啊 也比不上你现在平平安安的 是不是 奶奶 再说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齐轩对我也很好 不要为我担心 好 好 只要你过得幸福 奶奶就放心了 好 那即将给你安排了 我给奶奶安排了转院 去我们本市最好的领域 不用这么麻烦 奶奶已经习惯住这里了 而且 那个疗养院非用也不便宜 我不学钱 没必要让自己老婆的奶奶 住普通量院 传出去啊 别人还以为我多小气 倒是你那个前男友 连一个好一点的量院 都舍不得你奶奶住 这钱是我自己掏的 你不要生气 你自己掏的 所以那个男的连两岸的钱 都舍不得跟你分担 你还跟他在一起 你为了一个这么空的男人 跟我分手 不是 我们是一起分担的来着 但是他那时候 真的没有我多嘛 所以 你怎么又生气了 还是打车走吧 门这么慢啊 上车 你不是走了吗 我说我走了吗 你那么生气 谁知道你会留下来等我 我们去哪儿呀 带你去看一看 不空门的男人 是怎么度的 什么意思啊 这家店的包超级贵的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两位想看看什么款式的包包 我们这里新上了几款 我可以给您介绍 把你们店里最新卡的包 全部包起来 刷这张卡 好好的先生 你干嘛呀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不抠门的男人 你误会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当初 你没跟那个男人走吗 我 你还说 他赚的 都比你赚的多 有 可 跟我分手之后 还坐到了一个老婆小里面 没有吗 有 当初 你嫌弃我一无所有 一心想嫁进豪门 不是吗 是 可是 你嫁的这个所谓的豪门 只是一个赚不来钱 舍不来给你花钱的扣门 鬼知道 他用什么方法欺骗了你 让你跟他一起吃苦 明明都分手了 还在你上班的第一天 过来找你 先生 店里的包包都已经给您包好了 包上也克上了这位小姐的名字 请您给我们个地址 稍后我们会送到这位小姐的家里 不用了 这个 我直接拿着去上班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嗯 陆云威 你怎么好意思背个山寨包来上班啊 谁告诉你我背的是山寨包啊 这个包是本集最新款 整个江城只有一个 就是我的这个 就是啊 陆云威 整个江城只有一个 那必然是总裁夫人背的这个 是真的 别说 这山寨货做的还挺低真 陆云威 这在哪买的 你给我介绍介绍 整个江城不就国金中心那一家店吗 以及 你爸妈没有教过你 背经允许 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吗 你稀罕拿你的山寨包 背个高峰还真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装模作样 陆云威 你明天不许再背这个包上班 凭什么 因为我不允许有人跟我背一样的包 拉低我的导刺 就是陆云威 听见没有 明天不许背这个包了 啊 卫宇 我有时候真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一下脑壳 脸是眼的连你自己都相信 陆云威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信不信我开了你 那你开了我 你 算了 我这个人大度 你既然没有在工作上面有什么失误 那我也没有必要开了你 只怕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去 骆云威 夫人是给你机会 你不但不敢急替凌乱 还敢顶嘴啊 又是夫人 他这么嚣张 真的把他开了算了 又是开了算了 算了 我也不想落得一个欺负员工的名声 只要你今后不再背这个包上班 我就不计较你今天的顶状 我是正经在店里买的包 凭什么不能背 当然是因为你背的是个假货 你怎么好意思在夫人真包面前摆个假货出来 骆云威的包是真的 不是司律 你脑子有问题吧 他背得起真包吗 就是 全江城只有一个的最新款 听说一个包要二十万呢 骆云威一个月的工资 雷包上一个 透枝买 可是 这个牌子的赠品花纹是四角花 五个角的才是山寨的 骆云威这个还真是四角花呀 夫人的是五个角 一定是搞错了 对 那个我拿手机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什么五个角四个角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正品还真是四个角的 难道骆云威白的才是真包 夫人的才是 骆云威怎么可能有件背真包 他平时上班穿的都是便宜货 肯定是找了更靠谱的高峰店 好啊 那个销售 居然拿个脚包来骗我 那夫人 那您这个是 你们有所不知 像我这种级别的顾客 是不会亲自去店里的 而是店员把包送到我家里 没想到 那个店员 将拿个脚包来骗我 往我在他们店里面消费了几千万 天哪夫人 竟然还有这种事 我一定会向他们品牌方追责的 一定要让那个欺骗我的人付出代价 夫人 没消消气 没必要跟那种人生气 以后再换个牌都不用事了 骆云威 是不是你跟那个店员串通好 偷偷把我的包换 就是 骆云威 你就承认吧 你是怎么和那个店员串通好 把你的假包换给魏宇的 你不如问问他在哪买的假包 别让你避避雷 花文都做不对 背出去不是叫人笑话 对 据我所知 这个牌子的包包在卖给顾客后 都在交给顾客钱 都会把顾客的名字刻在包上 那就简单了 那咱们就看看这个包上刻的是 骆云威的名字 还是魏宇的名字 算了 同事一场 给骆云威留点面子 那怎么能行啊夫人 他刚才对你可不敬啊 来 你个包 哎 别 这上面 还真是骆云威的名字 骆云威 你买的假货怎么做的这么逼真 我看看 这个不是假货 这个名字的刻法是这个品牌特有的 假货做不出来 我表姐有个这个牌子的包 我见过 那这个包 就是真的了 好啊 说怎么拿假包来骗 原来是会卖出去了 骆云威 你哪来的钱买包 就是啊 骆云威 你怎么会有钱买得起借着包包 我没有 我老公有 我听说你之前可是在相亲呢 怎么可能这么快结婚 再说 就你这种条件 谁会娶你 爱信心 你可别不是贷款美的吧 就为老同学好心奉劝你一句 别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年纪精心做悲伤的债务 这话应该跟你自己说才对吧 别为了虚荣心就满嘴谎谎 不然到时候被拆穿了 肯定很难干 你 好了 大家静静啊 我宣布个事情 我们公司呢 最近和国外的知名钻石公司 W集团达持了合作 W集团 就是那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钻石公司 W集团吗 没错 这个项目呢很重要 骆云威 魏宇 你们两个人呢 每人设计一个方案 到时候给甲方做报告的时候 从你们当中选一个 好的 徐总监 不然 借不说话 走走走走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您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一定要告诉我 我是非常乐意为一笑老啊 就是 齐总这边啊 还需要您这边帮我 多倍言几句 徐总监 你就放心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来 可惜啊 你求错人了 还没做完呢 喝杯牛奶吧 谢谢 跟我还客气什么 这个方案很难吗 做这么久 这个方案很重要的 是蛮难的 不过我对我的方案有信心 是吗 那天天恭喜你 拿下这个项目 等我确定拿下的时候再恭喜吧 你怎么还没睡啊 是在等我吗 自作多情 好好好 是我自作多情 我还要做项目到很晚了 你要不就先睡吧 我只好还有几个文件没有看完 看一下文件 你刚刚不是在外面看电视吗 刚才怎么不看文件 我想先看完电视 再看文件 不可以吗 行 当然行 我做完了 你看完了吗 我也看完了 这么快 你不是才刚打开吗 我的工作效率一直很高 你不知道吗 是我说事呗 早睡吧 还是一样的不醉 我走了 拜拜 我是启轩 他是启轩 他俩和好了 他俩和好了 不可能 启轩看起来对他那么冷淡 看来是洛云威不要脸勾引他 真是可恶 我说 你刚刚那本方案简直太棒了 W公司肯定会选你的方案的 魏宇的那本方案漏洞太多了 这本是我熬了好几个晚上做出来的 你希望下午能睡 哟 这合同还没签下来呢 就开始吹大花了 要我说 魏宇的方案最好 张力 你在胡说什么 明明是薇薇的方案更好 苏睿 你怎么这么缺心眼呢 你可以说 洛云威的方案好 但是你不能说魏宇的方案它不好 可是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们要是把不好的方案拿给合作方看 那丢人的也是我们公司 你啊你啊 我看 你就是被洛云威给蒙蔽了 我不跟你聊了 我信你了 这个张力 真是白鸽菜地有一双 薇薇 别理他 我们走 我想去吃公司对面那家麻辣烫 好啊 我也想吃那个 走 洛云威 又是跟我抢齐萱 又是跟我抢项目的 以为方案做得好 就能拿下项目 做梦 薛总监 我们开水吧 好的 陈道歉 魏宇 你先来吧 陈总监 魏宇呢 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设计师 你别看他年轻了 担任他的作品质量 非常的过瘾 他是一个 最有潜质的年轻人呐 哈哈 陈总监 接下来 我会展示我的方案 这就是我全部的内容了 谢谢大家 怎么样 陈主杰 我就说魏宇是最有潜质的年轻人吧 下一个我 洛云威 等会儿你就准备出丑吧 洛云威 这什么情况 你搞什么米头呢 陈总监 我没被检查过 怎么会这样 洛云威 你的方案呢 徐总监 你们FK公司员工的水平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看 今天这个展示会就到这里了 陈总监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我的方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请您再给我三分钟 我有备份呢 洛小姐 我没有义务为你的工作失误 而浪费时间等待了 我希望你下次能够学会认真对你的合作 不过我们WG的方案 跟你们就没有下次了 陈总监 这个洛云威是我们公司新来的 不懂事 我回去好好就去 您觉得魏宇刚才的方案如何 是啊 陈总监 您觉得我刚刚的方案怎么样 是 恕我直言 你们FK公司在招聘员工方面 应该严格把控一下标准 我实在想不明白像刚刚那些方案 你们这边到底是怎么通过 陈总监 你再考虑考虑 我觉得那边运动方案挺好的 不必了 我一会儿还有个别的会议 不是 陈总监 您别走 那方案我再改一改 陈总监 陈总监 打开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午饭事件 只有你在办公室 说话还要讲证据 办公室里又没有监控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我看 分明就是你想要搅黄政策的合作 我搅黄了项目 我连奖金都没有了 我图什么 倒是你 你以为换了我的方案 陈总监就会顺理成章选择你的 结果没想到 人家没看上你的 你 你少编排我 我拿不拿得下项目 都改变不了 我是总裁夫人的事实 你还敢撒谎 好了 陈总监 这项目是你给搅黄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项目必须给我拿回来 拿不回来 你不回来上班 怎么还没睡 心情不好吗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你是提大高材生 又刚拿了新日设计师奖 你都没用的话 那满大街学历不如你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 拿了奖又怎么样 我还是被人拒绝白奖 我 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 给W集团做报告 结果我的方案 被人换成了卡通图片 W集团的陈总监很生气 取消了合作 谁这么大胆子 敢偷偷调换你的方案 办公室没有监控 知道是谁也没证据 这有人不重要 当务之急事 徐总监要我找W集团 拿回合作 W集团的总监 是不是那个叫 陈佳德的 你认识他 那你能不能帮我签个信 让我跟他见一面 拜托 我要是拿不回这个项目的话 真的会很丢人的 你还怕丢人啊 上大学的时候 体测800米 回回跑到第一 也没见就要丢人 这不一样 体测又不是专业课 陈佳察也没什么的 但是这个项目 要是拿不回来的话 我就真的没脸 在行业里混了 拜托 拜托 求你了 陈佳 帮忙忙 我的借书卡被室友借满了 你能不能借你的借书卡 帮我借个书呀 就一本 我保证二十环书 绝对不严想你 哦 图书馆人都坐坐满了 我只能把书借出来看 你可以借我的联系方式 我一定不会一起还书的 拜托 拜托 求你 我扫你 我肯定不暴露跟你的关系 我就是想给陈总监 展示一下我的方案 靠我自己的实力 堂堂正正地留下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只会这一招 明天 给你一个堂堂正正 展示方案的机会 行了 快睡吧 七座 真是稀奇啊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会突然找我 老同学 难得回国 我可不得约你见一面 就怕 错过这个机会 你又飞国了 我最近工作 调回到国内了 会在国内留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说起来 现在国内的一些公司 真是图有虚名在外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 昨天我去LK公司 听他们那个演讲那个方案 一个呢 文件夹打开 全这些卡通图片 另一个 文案做的是狗屁 还有那个徐总监 我看也是个半调子 那么烂的东西 跟我说还不错 是吗 可不是 按理说 堂堂LK 不应该啊 真是回国的第一个项目 就让我太失望 不知道你们骑士集团 有没有什么优秀的设计师 给我介绍一下 你别说 还真有一个 真的 嗯 你说优秀 那肯定是真优秀 不过啊 他也是LK公司的 什么 之前啊 忘了跟你说了 LK公司呢 是刚刚被我收购 什么意思啊 那之前LK 为什么不让这个人 来负责我们的项目 等会啊 你就知道了 进来吧 陈总监 您好 怎么这一人 陈总监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特意让齐总 帮我签了个线 希望您能再给我个 机会 让我把原本的方案 再给您做个汇报 好吧 你开始吧 陈总监 以上就是我方案的 全部内容了 齐总的眼光真是水啊 今天都会有你安排 这场见面 要不然 我可就错过了 怎么样 没骗你吧 这位啊 可是我们骑士集团 最前途无量的设计师 骆小姐 我为昨天对您的指责 感到抱歉 昨天 确实是我 没有了解清楚前一后 哪里哪里 上台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是我的事物 骆小姐这么优秀 不知道这次合作之后 有没有兴趣跳槽到 我们W集团 陈总监 你这样当着我老板的面 挖我不太好吧 没事的 我跟齐轩在国外 是同一个导师的师兄弟 可惜啊 他不会去的 齐轩 不要这么小气嘛 我们W集团 可不比你们骑士集团差 再说了 你都没有问过 人家骆小姐本人的意见 我老婆的意见 不用问 我也知道 什么 她是你老婆 你结婚了 重新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太太 骆元威 这位是我在国外的好师兄 陈家德 陈师兄好 你好 不过你小子 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我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刚结没多久 还没来得跟大家说 等到时候 办婚礼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过来喝酒 一定 一定 我说你怎么会因为 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特意把我喊过来 原来是因为你老婆 不过你不是刚回国没多久 这动作也太快了吧 哦 我知道了 这位一定就是你在国外 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位初恋吧 帝妹 你有所不知 之前有一次聚会 齐轩喝多了 一直喊着 让什么威威来接她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她口中那个威威 就是你啊 喝醉 好了好了 没事啊 就把这个合同签了吧 这样你的任务 你就完成了 哇 你这个人真的是 说话就请我吃饭呢 我说是晚饭 中午啊 我还有事 吃完了 快走吧 行行行 我走行了吧 不害你们的眼 晚上 我要吃大餐 你 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你之前不是酒精过敏 滴酒不沾的吗 没事 现在已经抗免了 之前啊 也是因为我们一起聚会 他们帮我贯多 齐轩在国外 是不是过得并不好 好了 别多想了 你等会儿 不是还要去给你们总监 汇报工作吗 快去吧 别难过时间了 那 我先走了 好 骆元威 这公司这么大的项目 让你给弄丢了 还好意思来上班 就是啊 骆元威 你也不赶快给W集团的 陈总监去道歉 你来这干啥呀 我看他 是会来辞职的 毕竟被开除 听着多不好听啊 骆元威 手里拿的什么呀 不会是辞职报告吧 徐总监 这是夏母合同 陈总监已经签字了 你过目一下 什么 跟W集团的合作 你签下来了 对 这是合同 骆元威 伪造合同可是犯法的 这 真的被你拿下来了 怎么可能 真的是 W集团的合同 难不成 那个陈总监 真的签字了 你干了什么让陈总监答应了 我只是跟陈总监重新展示了一下我的方案而已 事实证明要想拿下项目 还得靠自身的实力过瘾 否则 就算你把所有竞争对手的方案都删除 只要你的实力不行 还是拿不下 你 你得意什么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搞砸的 你拿回来是应该的 你应该感谢 魏宇身为总裁夫人 没有追究你的过错 那不如请总裁夫人追究一下 看看是谁替换了我的方案 差点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既然你拿回了合同 那这事情我也就不追究了 以后别再犯这种错误 让公司丢脸就行了 怎么突然喊我吃饭啊 我托你的福 这项目买下来 发了很大的一笔将近 特地请你吃饭 以时感谢 菜都上齐了 等我饭酒了吧 等个游会 耽误点时间 也没有很久了 还有个甜品比上 少吃点甜吧 之前不是说牙疼吗 我已经补过牙了 一生中我可以 不然 就让我陪在你身旁 当你快乐或是绝望 就像你陪着我 什么时候我的牙 我怎么不知道 齐轩 你俩也在这吃饭 这么巧 我刚刚下仪说没看到你人 就看到你在这里 竟然这么巧 咱们一块拼个桌呗 服务员 加两道餐具 坐 这日下棋 我国外的也是同学 陈嘉德 你见过 嫂子好 我比齐轩呢 享了一个月 真是九阳大部 这次终于去的部 你好 你好 夏棋 你还不知道 弟妹的专业能力 连我都是刮目相看 那天他给我看的设计方案 那可真是让人赞不绝口啊 那肯定了 要是他不优秀的话 怎么能让齐轩天天在国外 看他的微博呢 是吧 你是说 齐轩在国外看我的微博 这是我知道 有一天在图书馆 他坐在我对面看书 半天了 一页也没翻 我探头一看 他在那儿不知道 看谁的微博呢 里面全是些珠宝设计 原来那个就是你啊 不是可以搜的 我一定刷到了 对对对 你一个从来不玩微博的人呢 偶然下了一个微博 又有人呢 刷到了初恋女友的微博 再偶然呢 天天看他的微博有没有更新 初恋女友 没看出来 你还是这么春心的一个人啊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谁先追的谁啊 我先追的 是吗 这你俩都不是一个戏的 赶紧说说怎么认识的 我的技术卡 被我室友占满了 刚好他路过 我就借用了一下他的借书卡 然后你借给他了 我朝你借借书卡的时候 你可是死活都不借给我 你都给我弄丢三次了 那后来呢 你俩就因为借书好着了 后来我去还书 我跟他说 我的室友又占用了我的借书卡 能不能请他再帮我借一次书 后来大概记了有六七四吧 不对啊 你不是说你追的他吗 这我怎么听着 倒像他用借书当借口 追的你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最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啊 看似是骆元威 追的齐轩 而实际上呢 是齐轩故意让骆元威 追的他自己 这我可糊涂了 这不还是骆元威追的齐轩吗 我可没承认是我追的他 而且那时候确实是我室友 占用了我的借书卡 很长一段时间 是吗 那你怎么没有找加特约借 每次都找我借 那你怎么每次都借给我呢 反正我也不用借书卡 放着也没用 你这没有借书卡 没有办法借书 那又怎么在图书馆门口 碰到骆元威的呢 那你们这谁先表着白呢 这总不能输我了吧 我先 你这么闷的人还会表白 他一直找我用借书卡 我现在太麻烦了 我就说可以把借书卡给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说 他只把借书卡放在女朋友那 要么我每次找他借借书卡 要么他又把借书卡放我呢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女朋友 是因为我从来不去图书馆呀 你别想多了好吗 你大学的时候没有女朋友 单纯是因为你没有长齐全那张脸 那倒是 本来吧我都已经不想借书了 刚好看到一个帅哥路过 我突然就觉得这人呢 还是得好好读书 这书啊 还是得切 行吧 这够粮我先干了 嗯我去下洗手间你们先聊 喂哥哥 薇薇 你怎么突然给我转了一笔钱呀 那笔钱你先拿去还债 剩下 薇薇 你是不是用齐全给你的钱了 你是不是在他们受委屈了 你想哪去了 那笔钱是我最近一笔项目的奖金 是我自己赚的 跟齐轩没有关系 他还不知道 我们家破产签债的事 不是他的就好 我怕你宰藏着受委屈 不会的 齐轩 他对我挺好的 这个项目能够拿下 也是他帮了我 还债的事 你就不要再管了 你跟齐轩既然结了婚 就过好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还债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这说的是哪里话 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呢 齐轩已经帮奶奶转了院 目前我们就先把外债给还上 奶奶的医药费先不及 薇薇 你要不要告诉她当年的事 我不想让她这么一直误会着你 还是先不要告诉她了 不然她肯定就直接帮我们把债给还了 我不想欠她的 对了哥哥 那些要债的人最近有再来找你吗 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最近还挺消停的 哥 要是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你可一定得告诉我 好好 肯定跟你说 他们人呢 他们有事先走了 你怎么去那么久 我去打了个电话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刚好我也吃饱了 你下午有事吗 你要是没事的话 要不要陪我去逛街 服务员 结账 不用了 账我已经结过了 不是说好我请你的吗 我没有让女人结账的习惯 走吧 你不是想去逛街吗 刚好你们那个项目后面有个清宫宴 我们去买两件衣服 你等等我 这宴会不是放到年底跟清宫宴一起吗 这时间还早着呢 不着急买 那就买两件 现在穿的 喂 什么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先 梁洋元那边来电话 说奶奶突然病危 请你叫立刻手术 什么 奶奶 怎么会 你先别急 我带你去过去 医生 我奶奶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尽情抢救了 病人的情况不是很经常 如果这两天还不能清醒 你们还是做好心理打算 别担心 奶奶接人最有天相 也会没什么的 当年也是这样 那些人突然伤了 奶奶受了刺激 就进了医院 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起了奶奶刚生病时候的事情 你们要干什么 死闯明天是犯法的 干什么 连爸妈一死 家都破产了 现在我不来要的话 等于跑了我找谁要了 钱我肯定会还你 但不是现在 你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 时间嘛 可以给你 利息嘛也好熟啊 看你的妹妹姿色不错啊 你想都不要想 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 被我们大哥看上 是你妹妹的福气 你给我住口 我们家葳葳 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你们 你们给我出去 出去 你这个老不死的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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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叫救护车 医生 我奶奶的情况怎么样了 病人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了 但是还是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之后也不可能恢复到 生病之前的身体状况了 接下来需要长期用药 家属要做好准备 你奶奶这个病 要用的药都不便宜 谢谢医生 薇薇 签证已经下来了 晚上出来请你吃饭 庆祝一下怎么样 是 你那个男朋友 可能 很快就是前男友 什么意思 你 你要和他分手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奶奶要生病住院 我还怎么跟他一起出国留学 薇薇 出国机会难得 家里有我就够了 你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 哥 你也没比我大几岁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承担 再说了 出国留学是要钱的 家里现在已经负债累累 还怎么负担得起我出国留学的费用 可是 你不用说了 我不会走的 奶奶这个病多久了 有五年了 其实奶奶以前身体一直都很好的 是突然才病倒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 五年 是我出国前病的吗 奶奶 奶奶怎么样了 你来干什么 你叫他来的 是 我给他发了消息 你叫他来干什么 我才是你的老公 齐轩 你误会了 误会 当年你们两个在我面前摟摟抱抱 现在跟我说是误会 当年是 别来在这呢 这么高级医院得花不少钱 还不敢把老子钱还上 这个月钱我已经还你了 你们是什么人 大事债主了 五年了 到现在就没还还我 我的钱 兄妹 五年 他什么意思啊 他 他是你哥哥 你为什么骗我 我说兄弟 你是干嘛的 你不知道他们父母借了我钱 然后出车户 家里破产的吗 不知道 给我闪开 你印象我要债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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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你醒了 要我说 你会玩死乔乔 成天花这么多医疗费 你看你孙子孙女 还我钱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他们还欠你多少钱 还要还一百万 我替他们还了 齐轩 我靠老大 他们家怎么忽然有钱了 齐轩 我们家的债不用你帮我还 你把钱还吧 我们家的债不用别人还 当手支票还还不及到 你小子脑袋 放出命点 连这名还钱还不高兴 当什么清高呢 你 现在立刻给我滚 从此以后 不要出现他们的面前 否则 让你们在江城待不下去 好说好说走 奶奶奶奶奶奶奶 我叫医生奶奶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替他说吧 我们家也算是豪门 当时你和薇薇在一起的时候 他怕你有压力 就一直没告诉你 我们家的真实情况 后来你们两个要出国的时候 公司破产了 父母出了车祸 奶奶又生了重病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些 他不想让你为他担心 更不想当你出国 那段时间 家里的经济实在没有能力 送他出国 一方面要照顾公司 另一方面要照顾奶奶 他不忍心让我一个人承担 就让我假扮他的新男朋友 和你分手吧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如果你告诉我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你一定会放弃出国 留在国内陪我承担这一切 我不想做这次 你明知道我不在乎这些 可是我在乎 我不能让你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留学机会 我不希望你和我在一起的代价 是牺牲你的前途 假如我不回国找你呢 我是不是因为都要被莫宰鼓里 永远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对我公平吗 我已经计划出国去找你了 傻瓜 傻人 有傻福吗 你看 我们最后不是还是结婚了吗 你没有想过 如果不回来了 你去找我 也找不到了 你会不回来吗 如果你在这 不可能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什么意思 医生 真的没有 其他办法了吗 你们还是去和幻者 说最容易几句话吧 临走前 看你们都在 我也就走得安心了 奶奶 小齐 我把薇薇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对他 奶奶 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绝对不认为那时欺负他 当年的事 奶奶 那那事我都知道了 你不要怪薇薇 她当时也挺难过的 奶奶 这套好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的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佳佳 你跟薇薇两个人 你们要相亲相爱 要相互扶持 你俩 是一辈子的亲人 奶奶 我都记住了 有我在 我会让薇薇受欺负的 薇薇 这么多年了 要看着奶奶就要走了 你的身世 也该告诉你了 奶奶 我的身世 当年 你爸爸 是在垃圾桶旁 捡到你的 说来也奇怪 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怎么就被遗弃了 奶奶 我是借来的 是 你要是想找他们 就去找 也许 爸爸都在找你 你别怪奶奶 这个时候才告诉你 奶奶 也是要死心 孩子 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吧 奶奶 也能 放现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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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的后手已经帮完了 关于你的身世 你还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不知道 我活了二十多年了 突然被告知不是亲生的 就算我是个成年人 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这件事 确实太突然了 看多是谁 都会不知所措 刚好你那个项目不是已经签了吗 要不要 利用年假 好好休息一下 行 你刚好腾出时间来找一下我的父母 你说 我要是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 万一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呀 万一 就是他们遗弃的我呢 万一他们已经有了别的小孩 那我的出现不就成多余的了吗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你呢 而且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父母不想自己的亲生孩子 就算他们不喜欢你 你们还有我吗 我们就当从来没有找过他们 好吧 谢谢你真好 找父母的事就交给我 过两天不是清宫宴吗 到时候我在上面公开你的身份 其实 我不在意公不公开 可是我在意 早点公开 在众人面前给我一个名分 好好好 听你的 给你一个名分 告诉大家你是我的人 别审得有人 天天惦记我老婆 谁惦记我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动过歪的心思 我的心里 只有你 我又没说你有 你急什么 谁急了 我只是在跟我的老婆 我原来像我的忠贞 我的眼里只有你 心里也是 我跟你说 我来 帅哥 帅哥 我要做银主 你帅哥 我的心里帅哥 我帅哥 我帅哥 你帅哥 你帅哥 我帅哥 你帅哥 跟齐轩和好了 肯定是酥的 他那穷了 连个轮胎都买不起 我看也是 他肯定连累车轿 什么都不知道 都说了我可以自己开车来了 非要让司机送 陆游威 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 坐得起这样的豪车 路多少钱一天呢 哎你 陆游威 韩妮那没听见吗 你哪来那么大本事 只要能租到旋风十五 对啊 这哪租的 多少钱一天呢 旋风十五 你果然是租的 如果是你自己买的 怎么会不是谁刚刚坐的车 原来那车叫旋风十五 这么贵的车 怎么会有这么土的名字 只是参加轻功宴而已 你也没有必要大肿脸充胖子 去坐一辆好车吧 嗯 魏宇 你不是总裁夫人吗 怎么没见 送你来的车呢 你该不会是走过来的吧 要你管 送我的车 把我放到路口了 我的车 可不像你坐的车那么小 那边堵车 开不过来 可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没有堵车呀 这路不是就只有一条吗 还是说 你是装呢 你少诬蔑人了 魏宇这身份 想要多少辆好车没了 欧阳卫 你就是虚荣心太重了 像魏宇的身份 你的月工资够你租一天了 这车租金可不便宜吧 可别不是带款租的车 随便你们怎么说 我先进去 站住 要进是我们先进你给我让开 陆小姐 陆小姐 对不起 喂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对她这么恭敬 这位才是总裁夫人 没有搞错 我确实是来迎接洛言威诺小姐的 可以 请过来 魏宇 这个人不是应该迎接你的吗 就是啊 怎么领着洛言威进去了 应该是新来的员工 还不认识我呢 之后我会让他们主管好好教育他的 威威 这次项目能拿下你是最大功臣 什么呀 你不知道吗 他是拿了魏宇的方案才拿下了项目 张力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就是啊 你别乱说 项目不是威威拿下的吗 洛言威 被雨的告诉我们了 就别装了 赶紧承认吧 我要承认什么 当然是偷走了我的方案 你别血口喷人 这方案是我自己做的 洛言威 魏宇已经把来龙去脉就告诉我们 就不要再狡辩了 什么意思 什么来龙去脉 你还装 你把方案改成卡通图片的时候 就是在自导自演啊 你展示内部结构的时候魏宇就发现有些熟悉 展示完毕之后魏宇才发现你偷的他的废稿 这 这怎么回事 连这种话你都行 我上哪拿他的废稿去 你别不承认啊 你在垃圾桶里捡了魏宇废稿 就是在我们办公室楼梯旁边的那个垃圾桶 洛言威 我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才没有拆穿你 谁知道是不是你在跟W集团汇报时自己心虚 好当场拆穿 就把方案改成了卡通图片 你们搞错了吧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什么没理由啊 他自己弄掉了项目 再自己找回来 这里面数他功劳最大 可是 够了 这件事呢 魏宇已经跟我讲过了 我想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幸好魏宇提前跟我说明了情况 不然我给总部递刀的名单却写错了名字 岂不是害了我自己 徐总监 你身为总监连这种毫无根据的污蔑你也行 我做的方案凭什么写他的名字 这是物归原主 你一个抄袭的还想上去领奖 做梦吧 方案是我亲自做的 魏宇连底稿都没有 怎么纠成他的 魏宇连 魏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他把废稿扔了 然后被你剪刀 是吗 既然他的废稿都到了能拿下项目的水平 那么他的正式稿为什么反而没有拿下呢 那 那是时间太仓促了 我没赖一记好好赶 反正这次方案都是我的灵感 你真是演戏 你真是演戏演的连你自己都相信了 我看你不要当珠宝设计师了 你去做演员了 好了 不要再吵了 洛元卫请注意你的带动 徐总监 你身为领导就是这么获信你的吗 你明知道方案是我独立完成的 怎么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魏魏 别吵了 徐总监都生气了 我有说错吗 LK有他这样的人当总监 肯定成 你说什么 我说 LK有你做总监 迟早完蛋 洛元卫 我是看在这个项目上 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费上 我一再对你容忍 你却那么不知好歹呀 你啊 我不知好歹 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的 到你的嘴里倒成了不知好歹 黎卫 别说了 我从来没见总监 生这么大气味 洛元卫 你把项目拿回来就了不起 你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你也不害臊 你也不颠颠自己几心脊梁了 干惹总监发火了 徐总监也是为了您好 才没往外说是你拿了我的方案 毕竟剽窃这种事情传出去对公司名声也不 陆云威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几回给我道歉 刚才你说的话 我可以动准就 道歉 我看是你给我道歉 污蔑我的名声 把我的劳动成果转为他人 还想让我给你道歉 做梦 你 徐总监 你消消气 这个陆云威就是见教训 不过你也不至于为了这种事情开除他吧 开除 我手上还有人去 陆云威 我宣布 你被开除了 我倒要看看 谁要开除陆云威 齐轩 谁给你的胆子 敢开除他 齐总 你有所不知 我有所不知 我确实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理由 敢开除 我看齐总这架势 难道之前他们说 洛云威是齐总的情人 这事是真的 不说话是吧 看来你已经默认 你赖武之强 不是啊 齐总 你听错了 我没说要开除的 听错了 听错了 是吗 你以为我的耳朵 已经到七老八十的地步 齐轩 你真的听错了 许总监在跟陆云威开玩笑呢 齐总 这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是赶紧去准备吧 赶紧走 这边没事的 如果 你再让我听到 你要开除洛云威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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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 我闲门是开除他干嘛 洛云威 都是你给我惹的事 还是我们魏语大气 洛云威 今天要不是魏语向几组求情 我们就要因为你而丢人了 就是 要不是总裁夫人宽宏大量 才不跟你这种小人计较 都是同学一场 开口搬个忙也没什么 好了好了 马上就要开始颁奖了 大家都别说了 哇 魏语 齐总在冲你笑 好了 莉莉 低调点 不然大家都在看我们 接下来宣布的是 LK公司年度最佳优秀员工奖 据说正是因为这位员工的方案 得到了W集团的认可 所以才拿下了年度最大项目 多亏了你 这次我们LK公司 在整个骑士集团算是涨脸了 就是 我们LK刚闭入骑士不久 就拿下这么大的单子 那别的分公司的 不再看着项目嫉妒啊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的费稿居然能拿下项目 早知道 我就不扔掉 下面我们把 协助姓名的卡片交给齐总 由齐总为我们揭晓 这位优秀员工的姓名 来来来 我好激动啊 我也是 我宣布 LK公司本年度 最佳优秀员工是 魏语 快准备好 马上要念你名字了 快准备上去吧 魏语 我怎么感觉 齐总的眼神 不是在看魏语呢 不是看我 那是在看谁 谁递上来的 名字怎么写错 上面写的竟然是魏语 什么情况 搞错名字了 这种事情也能搞错 LK公司的人在干什么 LK公司刚并入咱们 骑士集团不久 看来这LK公司的负责人 也没有好好接受 咱们骑士集团的培训 这是什么情况 齐总看到魏语的名字 不应该高兴吗 这怎么回事 齐总 这个名单是我递上去的 这个方案是魏语的没错 是吗 这个项目不是骆云威拿下来的 那个骆云威是拿了魏语的方案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项目 工程啊 实际上是魏语 敌派胡言 骆云威的方案 是他熬夜自己做出来的 这 虚伪 你说骆云威拿了魏语的方案 那敌稿呢 只日版丢了 不至于电子版也没有了 还有人把废稿特意打出来扔的 会不会是那骆云威 打了魏语的电子版 我看不像 如果这欣威的真要怎么厉害呢 他为什么不自己把项目拿下来 我把电子版删除了 找不到了 是是 齐总 您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骆云威啊 从第一天进我们公司的时候 就心住不挣 尤其是这次项目 差点都搞砸了 他对工作得认真 我不跟你清楚 他这个方案 是我看着他 从零开始 一点一点自己做出来 倒是你 身为公司总监 竟然敢随意污蔑下属 颠倒黑白 断断是非 不是啊 齐总 我都是按照魏语说的 我都是按照 总裁夫人意思办事啊 是啊 齐总 您刚刚说 您是看着 骆云威一点点做方案的 您这是承认 她是你的情人了吗 情人 好了 莉莉别说了 齐总 您怎么能为了一个情人 而颠倒黑白 是魏语难堪呢 毕竟她才是总裁夫人 魏语竟然是总裁夫人 她是总裁夫人的话 总裁看到她的名字 为什么那么神奇 我没听啊 那个龙云威 你怎么行啊 我老婆 什么时候被她喂鱼了 我怎么不知道 齐总 这是什么意思啊 喂鱼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总裁夫人 上来吧 让大家看一下 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龙云威怎么上去了 完蛋了 那才是总裁夫人 不可能 齐总这么讨厌 骆元威 不可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本LK公司 本年度最佳优秀员工 也是本季度 最大的项目工程 骆元威 更是跟我领证的 合法妻子 所以那个魏语竟然敢冒充 总裁夫人 天哪 LK公司的人也太蠢了吧 竟然把一个冒牌货 当这么久的正牌 他们不是还出出几对 总裁夫人来着的 LK公司的人 真是有眼无珠 我 我没有 是你们把我认错的 不是我主动认的 你 你明明 自己说自己是总裁夫人啊 我摸完了 我们得罪了真的总裁夫人 魏语 都是你 魏语 你竟然敢骗我们 魏语 原来你一直在假冒 总裁夫人 关于LK公司员工的一些问题 我有以下几点要说 设计是魏语 心术不振 冒充他人身份 在公司作威作福 总监徐伟 识人不清 败高踩低 七上满下 联合魏语 针对公司新人 员工张力和邓丽 对魏语极尽巴结 在工作上颠倒黑白 排挤他人 你们几个 对我说的这些 有什么意见吗 总裁夫人 我 都是被这个 魏语给蒙蔽了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排挤您的 夫人 齐总 我们知道错了 要开除你就开除魏语 都是他的错 你们 你闭嘴吧 都是你这个女人骗你们 都因为你 我们才知道错夫人 看来你们几个 根本都没有 认识自己的问题 还以为自己是你错的人 现在 我宣布 魏语 徐伟 张力 邓丽丽 你们四个人 被歧视集团开除了 并且 从今往后 骑士集团下面所有公司 都不得再录用你 我该 谁不知道 齐总最讨厌 艾姆施荣 拜告采迪的人 就是 这种人离开骑士 也真是好 我看他们以后 谁还敢用他们工作 央场他们是待不下去了 只能去别处看看了 都是你 我们工作都没有了 我赶紧批呢 魏语给我去死吧 都是你这个女人 陪我工作 老安 把那个女人给我拉走 别在这儿 饶乱去 总算补上了之前 没能给你颁奖的遗憾 我现在才知道 很多人因为那个颁奖会 誤会你 对不起 是我错 你不用自责 我没有放在心上 我当时怎么能给你 那么大的难堪呢 现在想想 都很难过 好了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自责了 而且 你不是都已经 公开我的身份了吗 谢谢你原谅我 我也谢谢你 原谅我当年 对你的隐瞒 这些年 你一个人在国外受苦 我受的那些苦 跟你比 都不算什么 你一个人 亦要面对讨债的债主 亦要照顾奶奶 亦要承担奶奶的医疗费 真的不知道 你这五年 是怎么过来的 谁说我是一个人了 我还有哥哥 跟我一起分担呢 倒是你 一个人留落在 一国他乡 又要上学 又要赚学费 甚至都学会喝酒 你怎么还记得 这件事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已经抗敏了 你要不是喝太多的话 怎么会抗敏啊 好好好 反正现在呢 也没有人敢灌我酒了 以后我答应你 以后不喝了 好不好 这可是你说的 以后我监督你 谁也不能再灌你酒了 都听你的 倒是你 你这个性格 不争不强 那你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 像现在这样 霸得你劳动成我的事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我刚遇到 就被你给解决了 果然还是靠山好 不要再笑了 正经的 没有 哎呀 我说了没有了 好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避惨了 喂 我老婆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我们明天 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们 明 明天 刚收过了一个分公司 没开年会 明天早上 我要去看一下 视察一下 视察完之后 跟你一起去 好不好 这一切 来得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别担心 都忙完了 我们一块去 喂 齐萱 你不是把我父母的地址发我了吗 我看了下 离你发我的写字楼挺近的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有点堵车 我现在过去找你 我们一起骑车过去怎么样 好 等会儿见 齐总 您对我们S公司的工作 还满意吗 您这边是要我送您回总部吗 如果下个季度 业绩还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分管公司领导的位置 可以让别人来到 齐总 我还有事 帮我把车开回去 好嘞 喂 宝贝 我新提了一辆车 带你兜兜风 怎么了 宝贝 这都溜的一圈了 到你家门口里 不见你开心起来 是对我新车不满意吗 你知道是吧 我爸的新车女儿找到了 这不就是回来给我增加产吗 你爸妈的亲生女儿 对啊 我也才知道 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她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要我说 肯定是看我们周家有钱 才来认亲的 你是独身子 掌管着整个骑士 没有人跟你争嫁成 你是不会有这种烦恼的 那你爸妈怎么说 我爸妈当然心里有我了 但万一那个女人回来 会哄我爸妈开心的 我好不容易冒充齐总 打赏周晴 指望跟她结婚得到周家财产的 可不能让一个中途冒出来的女人给毁吗 放心吧 宝贝 我一定不会让那个女人 躲躲属于你的一切 你才是周家唯一的前妻 宝贝 你真好 晴儿 你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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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看着你 走一趟又一趟的又是皮箱又是衣服 你都干什么呢 给爸爸说说 爸 姐姐不是要回来了吗 我这一切本来都是姐姐的 我心里很愧疚 所以我想把卧室让给她 哎呀 你也是爸爸的女儿 有什么好愧疚的 那姐姐回来 爸爸会被偏心姐姐 你们俩都是爸爸的女儿 我不会偏心的 是啊 你不用担心这个 你啊 永远都是我们最宝贝的女儿 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妈不会让骆元威来抢你的东西 爸 妈 我爱你嘛 骆元威 你是回来了又怎样 我才是爸妈最疼爱的好女 好久没跟你一起骑车了 感觉像是回到了大学了 是啊 真的怀念咱们大学的时候 骑车子逛图书馆的日子 我还记得有一回咱俩一起骑车 你不要挠路边护栏上 那还不是为了躲路边的小猫吗 我的车技可没那么差 那我也躲了 我怎么就没撞上 那是我让着你呢 齐总 你就承认自己地不如人吧 好好好 你被厉害了 喂 东方项目出现了问题 好 这 你要是有事 你就先去忙吧 不行 今天是你见亲生父母的日子 我帮我走 哎呀 没事的 我一个人去可以的 你就等回头正式见面吧 现在你去 那多悬病多住呀 嗯 刚刚也跟你说了 你亲生父母的见面情况 你的亲生母亲 在你救出不久后 就去世了 你的亲生父亲 重新娶了妻子 领养了女儿 周家 也是有些资产 恐怕 规矩多 还有你那个 后妈 跟你的妹妹周晴 不知道 会不会为难你 好了 那周家再厉害 不还是没有你厉害 我要是被欺负了 我还有你撑腰呢 你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你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那不是想回周家的陆元威吗 怎么还骑个单车呀 果然是从想想的 你认识我吗 你是周晴 你认识我呀 刚刚那个跟你骑单车的人是谁呀 是我老公 你嫁了一个骑单车的穷男人 骑单车怎么了 路上骑车的人不到处都是吗 还骑单车怎么了 我们周家是什么身份 我长这么大 还没跟你这么穷的人打过交道 连个车都没有 就你这种底层任务 还想进我们周家的门啊 站住 你凭什么来我 我们周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像你这种人住的地方 怕不是又脏又乱吧 你要是带了一身细细回来怎么办 我妈 好好给姐姐消消毒 免得带了一些干净的东西 周晴你是故意的 哎你可别胡说啊 我只是怕你带着细心进门 传给爸妈什么病就不好了 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啊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周晴才是周家真正的心情 而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破野丫头 那爸妈毫无感情 就算你回来了又怎样 你背景别想越过去 你疯了 你 小姐你没事吧 给我等着 爸 好孩子啊 这么多年让你流落在外 真是辛苦你了 不过好在呀 我们全家算是团圆了 算了 回来了 以后就搬到家里住吧 妈 哎呀我 怎么都不这样了 来 能够姐姐回来 我好心帮她清理一下 然后 然后她误会了 让小东也喷我 这 晴儿也是好心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怎么回事 姐妹之间不就应该互帮互助 她好心帮我清理 我也好心帮她起 你这是强词夺理 一看收养你的那个家族 也不是什么造家大故 啊 一点家教都没有 刚见面 就这么捉捅你妹妹 袁威啊 你既然回周家来住 那就应该把你身上的坏习惯改改 果然 即便是血清 二十多年不在一起 也跟陌生人没有区别 我不住周家 我结婚了 你结婚了 她是干什么的 她家什么背景 爸 姐姐 可嫁了一个没有车的老公 那些 一看就失去了 连车都没有 难怪进来 一股子没车过 连车都没有 那得住什么样的地方啊 我们只是觉得 骑单车过来方便而已 那归根结底 不还是没车吗 我妈 你看我都拍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 你是我们周家的闺女 你怎么能嫁给一个穷小子 你怎么 丢老周家的脸 我老公靠自己的本事真心 有什么丢人 你 你现在是周家的女儿 你要顾及周家的脸面 马上和他离婚 爸爸在你找一个名当户对的 不用了 我老公很好 不管他是什么畜生 我都不知道 你看看 我就说他是烂泥扶不上墙 秦儿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妈 我 把他骑走给孩子 就是S公司那个骑走 哎呦我女儿可真是有本事 哈哈哈哈 如果能嫁给齐总 那怎么老周家 就逾越龙门了 这才是老周家的闺女 都比老周家长脸 哈哈哈哈 好巧 这位S公司的 跟齐轩一个姓 哎姐姐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难道不知道齐总是什么身份吗 没有 我只是 你干嘛学我 你 你难道也怀孕了 该不会是那个穷小子的吧 怎么可能 我还在生理期 应该是中午吃多了 我已经结婚了 怀孕不是很正常的意思吗 哎呦姐姐 你 和那个穷小子孩子 这要是给别人知道了 你还不给我们周家 削掉大牙呀 我再给一次机会啊 马上打掉这个孩子 马上离婚 不管我怀没怀孕 你都不可能轻易吧 你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哎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 我们家出了个 上不得财面的孙子 那不沦为整个江城笑柄啊 周晴他未婚先孕 才是给周家丢人吧 哎姐姐 我肚子里怀的 是齐总的孩子 哪是你肚子里 那个穷小子的种能比的 这个齐总呢 他是什么事 那想给齐总生孩子的女孩多了 可以说能从咱们的江城 排到法国的巴黎 这种好事 弱到你妹妹头上 那是总中心的服务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女儿 当成是个有钱人生育的工具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啊本来我认为你是我的亲闺女 你要回来就回来 没想到是你接二连三的做出了一些啊 让咱们周家延练扫地的事情 我也说不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 看来周家是不欢迎我 站住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还有没有规矩 你们不是觉得我给周家丢人吗 那我走还不行吗 周 哎呀别呀 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原位刚回来 他不懂个规矩我们慢慢教他就是 你别这么凶他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拿掉这个孩子 跟那个穷小子离婚 老周家还给你留口饭去 你站住 你走了就再也别回来了 我自己有家 不需要这种势力无情的家庭 你看到没有 不是自个亲手带打的就是不行 你把他找回来气我干什么呀这是 老爸 别生气了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一定会孝顺你的 这这 你给齐总说了吗 哎呀我这不也是才刚知道了 迫不及待 我来告诉你们了 哈哈哈 赶紧告诉他 趁此机会 嫁给齐总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定要牢牢把握在手里 对 虽然我们周氏也算是有头有脸 但到底是比不上齐氏 是 周家的未来 就在你肚子里这个孩子身上了 哎呀妈 我知道了 哈哈哈 这年公司上半年收入二十个亿 我希望咱们下半年超过二十个亿 啊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各个部门一起努力 谢总 好吧 夫人来了 但是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啊 今天的会先开到这儿 大家去忙吧 猜猜我是谁 哎呀你好幼稚啊 怎么了 回家不开心啊 我只是很失望 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风 居然是这样闲评爱谱 买高菜 怎么回事啊 事情就是这样 没事 这样的家 不用你了 我是你的女朋友 齐轩 我不想再LK呆了 既然把那几个员工都开除了 但是公司的其他员工看到我 都束手束脚 搞得我上班都不自在 搞得我上班都不自在 LK公司的发展 确实没有有很多要好 既然你最好在那儿待的话 那我在这边买一个新款给你 正好你也可以学习一下 如何管理公司 可以吗 你什么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放心吧 我相信 肯定可以 就算 有什么不懂的 你可以回家 来问我 也是 我老公现在可是 骑士集团的总裁 管理这么一个小公司 对你来说 有点小财 那我也要努努力 追上你的家 那我等你来追我 这 这在公司呢 嗯 注意一下 没事 没有我的允许 没人敢见 齐总 建筑公司的何总到了 在会议室等您 知道了 马上过来 好了好了 你赶紧去吧 别让人家久等了 那你在这等我 这次可能休很久 嗯 我好久没有休假了 我想 一个人去逛逛商场 一个人逛街 要不 帮忙忙 我来陪你一起 不要 你不是说这次会很久吗 谁知道你 那你记得 下午都付卡 我就是随便逛逛 又不是去哪里说 又不够 又不够 好了 那你就说了 先走了 等你逛完了 我让司机见你 别弄了 我自己坐进去 回家快乐 来 等一下 柳子 我在这儿走了 早上回来 我再带你 别走啊 别走啊 这这么久 还没给齐轩买个东西 不然 给她买件衬衫吧 这不是我的土包子姐姐吗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该不会没看这家店的牌子 随便进的吧 我可告诉你 这是全球顶级奢侈品 像你这样的土包子 可消费不起 帮你走吧 鼻子里揪人了 你好 这件衬衫多少钱 这件衬衫五万块 工资卡上的钱 购买这件衬衣了 五万块 陆元卫 这您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 我买不买得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好 帮我把这件衬衫包起来 好的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刷卡 慢着 这衣服我要了 卓琪 你没事吧 这件衣服是我先要的 那又怎样 你付钱了 刷我的卡 这衣服我要了 卓琪你讲不讲道理 你买了给谁穿 我就是买给狗穿 你嘴巴放干净点 这件衣服我要了 陆元卫 你可不要在我跟前 拿走你的胖子 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别到时候刷卡都刷不出来 服务员 刷卡 我要了 小姐 这位小姐先来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主归婚夫可是齐总 是 是哪个齐总啊 是偌大的江城 还有几个齐总 这个什么S公司的齐总 这么有名吗 至于让周晴这么嚣张 可是客人 我们还是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你 好 这衣服五万是吧 给我拿件十万的衣服 不就不信我买件衣服 我还买不了 周晴 你没必要为了跟我置气 故意买你不要的东西 谁说我不要了 你好这是您的栓快钱衣服 上卡 让这个土包子看看 什么叫有钱 你好卡上预约不足 只有两千块 什么 这可是齐总给我的卡 怎么会没有钱 麻烦帮我解一下我的衣服 你好您用消费五万元 这是您的衣服 我今天收好 陆元威 你是不是偷我卡了 脑子有病就去治 你就继续在这儿 买你十万块衣服吧 我先走了 好 怎么会这样 这卡里明明有钱的呀 什么慰慰不齐总啊 装的吧 Whitney 齐大总裁 你给我的卡里 Innov Il 为什么只有两千块 你知道我干了多丢人吗 别生气了很孔子 这不是最近买了个公司吗 这个集团账目这个流动资金有点有点紧张 所以就只能动动这张卡了 你别生气了 宝贝 你是说你刚买了公司 对啊 圣元集团 最近是都很猛的 圣元 是那个珠宝排名前三的圣元 当然 宝贝 我把这个圣元公司送给你 怎么样 真的假的 送给我 那当然 没有哪个女孩子 可以拒绝捕灵捕灵的珠宝 亲爱的 你真好 怎么样 不生气了吧 你哪有生气嘛 你也是 这么大的事不跟我说 那我看卡里只有两千块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还不开心 就会逗我 你买公司花了多少钱 不多 也就十个亿 要不是最近这个公司项目有点多 账上的资金被占用了一大部分 我都不会动用这张卡 那你下回可不能这么突然了 虽然是个惊喜 但我卡里刷不出钱 真的很丢脸的呗 好了好了 不会再有价值了 等这个资金回笼 我把钱打到你的账上 喂 呃好我知道了 宝宝我得走了 公司要紧吃 你不是要去开会吗 嗯 别走 呃 拜拜 哎好 好的宝贝 慢点啊 幸好给忽悠走了 等娶到你拿到周家财产 谁很容忍这个帮我脾气 哎唯是圣元的室总监吗 真不用我送你上车了 你怎么跟爸爸第一次送女儿上学里来啊 我只是怕你不适应 放心 我可是公司老板 我有什么好不适应的 行了 赶紧走吧 一会儿不是还有个会吗 好吧 有什么事不待会儿 出道了 周琴 你怎么在这儿 呦 还真是冤家路窄 怎么在哪儿都能遇到你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 不过今天听你说话倒是顺畅多了 不继续装你的白莲花了 不可警告你 少在我背后干那些见不得人的狗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看你这样子走过来的吧 看看我的排场 你什么道次跟我 站住 你凭什么拦我 好 果然是个没有规矩教养的人 见到公司老板都不打招呼的 老板 你说你是公司老板 嗯 好像是听说我们公司换了新的老板 没想到这老板还是个大美女呢 嗯 没错 我就是你们公司的新老板 老板 你不也是这里的员工 还不打招呼 这家公司的老板不是我 周星 你说话注意点这里的人很多 你要是 再打脸的话 你这丢人可就真的丢大了 哼 齐总亲口告诉我 要把这里买下来送给我 难道还能有假 齐总 难道是那个齐总 难怪啊 我就说今天这老板之前的那位 等次高了那么多 原来啊 是齐总在后边撑腰呢 没错 我们这公司的背景啊 可是齐总 不是什么不三不四野丫头 收破烂的阿猫阿狗可以进的 所以我说的野丫头就是你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像这种高端珠宝设计公司 其实你这样的乡下土包子可以进的 啊 我看他长得蛮好看的 也蛮会穿搭的 原来是个土包子呀 我可听说啊 这土包子都不爱干净 搞不好了 身上还有什么传染病 听到了吗 像你这样的人啊 不配进这个公司 谁规定来公司上班还要看出生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说的话就是规矩 像你这样的野丫头啊 就该老老实实的跟你那个穷酸老公 待在垃圾站过日子 将来生的孩子 也好有一个适合他身份的好环境啊 你全敢打我 我本来不屑于你 可是你羞辱我老公 你嫁的本来就是个穷男人 果然粗鄙的人 干出的事都是粗鄙的 满口无烟灰 我看你这种人才应该扔到垃圾上去丢掉吧 你们愣着干什么 你们老板被这种人打了 还不把他给我抓住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都不好好上班再来吵什么呢啊 我是这家公司的总监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总监 刚刚好 我是这家公司的薰老板周晴 周晴 就是秦南郭打电话 让我假装公司转到他女朋友名下的那个周晴 啊 原来是周总啊 哎呦 秦总也跟我说过了 那您过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派人去接你呀 没事 现在知道也不啊 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 保安 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 等一下 他说他是你们公司的老板 难道你们就真的相信吗 亲口答应要把这家公司买下来送给我 难道还能有假 就是 难道我们不信他 还会信你个野丫头上 哎 你赶紧给我们周总道歉 就是 行啊 既然你们都认定周晴是你们的新老板 那就请这位周老板拿出公司的营业执照 公章和发票章 周小姐是不是我们公司老板难道我还不清楚 还需要你教我 听到没 史总监都承认了 再说 这公司是齐总买的 东西肯定在他那儿 身为公司的老板 你没有这些印章怎么行使公司的权利 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假的 那些东西都需要变更 肯定没办法一下就弄好 一会儿再什么齐总呢 一会儿又还没变更完 我看你是根本就没用了 对啊 没有工章 那钱可都怎么办 是啊 还有报销啊 开发票啊 都办不了啊 对啊 你们在质疑什么 我是齐总的未婚妻 这是不真的事实 不就是印章吗 齐总待会儿就会过来送给我 你说的 是这个吧 你怎么会有这个 啊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 因为 我才是公司的新老板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们的新老板是她 坏了 我刚刚才说了她坏话 她会不会 就求后算账吧 怎么可能 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名的野丫头 你怎么可能是这家公司老板 证据都摆在这儿 你还有什么故事 这 这 这真的是新年来老板 你这个女人就会骗人 这些东西 肯定都是假冒的 我没事伪造一家公司的一页执照 和印章干什么 对不起老板 刚才是我认错人了 实在不好意思 老板 你别自怪我 齐总监 你有没有搞错我才是老板 周小姐 对不起 刚才确实是这错人了 早知道就不答应齐男了 害我在未来老板面前的这个人 好害我知道了 你就是嫉妒周家要我不要你 所以联合石经理来整我是不是 周家算什么 放屁 你本能摆脱穷困潦草的日子 结果没能回到周家 现在想要报复 哼 不过这次你可玩脱了 伪造公司印章 可是犯罪 我要是打电话给市场监管 就死定了 可惜啊 我的东西都是真 好 你想死 那我让你死个明白 周小姐 不用搞这么大吧 不用什么 永远卫 若是你能把这些假张假证给我拿走 再给我道歉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如果监管的人真的来了 可不是单纯道歉就能解决事情 我的东西都是真的 倒是你 等监管的人来了恐怕被抓进去的是你 周小姐我是为你好 真别打这个电话 少给我演戏了 果然是乡下野丫头没见过世面 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好 我让你死个明白 喂 是你们打的电话吗 是啊 这个人伪造我们公司的资质 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的资质都是真的 喂喂 你还在演什么 你这个低贱的身份 怎么可能有真的公司资质 不用真了 我验一下就行了 等他查业完了 你想再跑可没机会了 我查业过了 这音乐之道是真的 那么其他的也不需要查了 什么 怎么可能 啊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们的新老板便是他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再查一下 我可是在内部系统里面查的 绝对错不了 都行啊 你可真是又搬起石头 在自己的脚 你不过是个说破烂的 你怎么可能是这家公司老板 这个肯定是你偷的 快把他抓走 周琴 你胡编乱造还真是有一套啊 你看清楚了 这营业执照上面的法人是谁 真的是你 怎么可能 我都说了我为你好 别让你打电话你非要打 现在人证和物证都有 你们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骆总 刚刚实在是不好意思 请你原谅 骆总 真对不起啊 您大人不计我小人过 都是一场误会 我不会和你们计较的 谢谢骆总 周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可能 齐总明明答应过我 亲口告诉我 会把这里买下来送给我 怎么会这样 你要是还不死心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齐总 你确认一下 哦对对对 我记得还有个手续 卡在那儿没过来 你打电话问问 等我把事情弄清楚 我要你好看 喂 亲爱的 你不是说把生缘买下来送给我吗 怎么老板是别人 你去生缘了 你没跟我说一声 你真是给我添乱 我这边手续也卡着呢 喂 喂 怎么样 你的齐总怎么给你答复 陆远卫 这次算里面 咱们走着瞧 你想这么一走了之可没那么容易 你还想怎么样 你冒充我并且无忧 还在我们公司寻习姿势 身为公司老板 我有权对你提起诉讼 请问我是有这个权利吧 如果实实清楚 可以提起诉讼 老板 不至于吧 万一把周琴给告了 那我收齐男前 把他演戏这事 不就暴露了吧 嗯 嗯 陆陆原位 我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想再跟你们周下有任何话 是你自己一直非要跟我过去 这次就当作是给你个教训 先把他带走 哎哎哎 老板我看 周小姐也知道错了 要不然这次您就找他吧 陆远卫 我姐姐 我真的错了 咱们也算半个姐妹呀 是不是 你霸占着我的身份 在周家好吃好喝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有脸说是我的姐妹 真是不知所知 姐 我这也怀着孕呢 就行行好放过我吧 你还好意思说你有孕在身 你这样子配做一个东西 陆远卫 我我我姐 我错了 我我我知错 我绝对改 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 我真的不想去那种地方 看在孩子的份上 这次就先放了 走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今后谁要是还敢再多嘴 你觉得这严丑 带着 是老板 回来了 嗯 累死了 怎么了这么累 我现在才知道 当老板是那么的不容 经过这一天 我是有衷的佩服你了 佩服我 嗯 就这么一家小公司 我都这么累 你想啊 你竟然可以把那么大 歧视集团经营的丰盛水起 实在是佩服 那那你是今天 才佩服我的吗 以前 就有那么 我 那现在呢 现在就 再多那么一点点 不行 要 再多一点点 不能再给了 多了叛交 给不给吗 给不给给 给不给给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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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走错了 怎么了 齐总 这个人的资料 我全部查过了 齐总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这是谁啊 有个大锅 您吃吗 什么什么 吃吧 今天 你 你 我嫁给亲子 怎么能给你 哎小情 可算是找到你了 韩非 你可能不在这 自从他们分手之后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 咱们和好吧 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你这孩子都是我的 怎么能是跟我没关系呢 那孩子关你什么事 齐总 说什么呢 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跟我装是吧 我算过时间了 那这孩子就是我 我知道 因为想借着齐总上位 所以才忘了算 但是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十个亿 那你想怎么样 十个亿 我立马消失 十个亿 我哪来那么多钱 我也是没那么多钱 可是齐总有钱呢 等你做了齐夫人 这点小钱 应该不算什么吧 那如果我把这件事情 跟齐总一说 这孩子不是他 那你猜猜 那后果 是怎么样 行 等我嫁给齐总之后 我再把钱给你 所以说 周琴的孩子 不是他未婚夫的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他未婚夫 是S其他公司的吗 我派人查了一下 跟他交往的 是S公司里面的亲男 他们将我的时间 跟周琴怀的时间 有点对不上 所以说 那个人说的可能是真的 想不到 周琴为了潘高知 他就要连这种事情 都做得出来 他可不是什么高知 这个公司 是其实刚刚说过的一个分公司 这个齐男 只是一个总监 别说十亿 连一百万都没有 这么说 他是你的手下 齐男 那你去分公司 视察的时候 大家都叫齐总 那场面想想就很奇怪 是有点 不过他这个齐 跟我可不是一个齐 他这个齐是整齐的齐 哦 是那个齐 那你要不要告诉他 我对手下的孙生活 向来就不管 不过这个周琴 如果敢欺负你 那我可就要管一管了 不过我们现在空口无凭 找他也不会承认 所以说 我们要先找到 那个男人 好 听你安排 宝贝 你怎么来了 我们这么久没见 我当然是想你了 哎呦 宝贝啊 最近工作太忙了 都没有时间见我的宝贝了 要不是那个齐总给我下了任务 我哪用得超这么累 你还说把声音员买下来送给我 结果我去了 人家根本不认我 啊 这个 我也没想到这个手续 搞到一半就被卡掉了 那公司买不了 你从我卡上划走的钱 什么时候还给我 什么划走的钱 哎就是你给我那张卡呀 我之前买衣服刷卡的时候上面就有两千块 你不是说买新公司从那张卡上划钱了吗 啊 啊 我看你行不懂 得抓紧时间结婚 拿到歧视财产才行 亲爱的 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 婚礼 对啊 你什么时候宣布我是歧视集团的总裁夫人 那你想想 我办一场婚礼 光宾客就要邀请多少人 这个人员名单光确认就至少要一个星期 那还有场地吧 厨师团队啊 布置啊 演奏乐队啊等等 那现在都年末了 哪有时间考虑这个呀 那 那就让我一直等着啊 到时候 孩子都出生了 我这个当妈的还是未婚 那你就先把孩子生了嘛 到时候身材恢复了再办 你说现在 做这个筹备这个事情也来不及了呀 那你起码给我办个宴会吧 给大家公开我的身份 然后把镇领了 关你的事可以往后发 哎 办宴会 怎么 你不会来宴会都不愿意给我办吧 啊 不不不 办 办 我要风风光光的大办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是集市集团总裁的女人 好 都听你的 我还要让那个土包子也来 我要让他看看 他一辈子也享受不到我的荣华富贵 好 那我就先把你取了再说 喂 周晴 你打错了吧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没错啊 我找的就是你 我要订婚了 虽然你流落在外 被养的土包子一个 但你好歹是我的姐姐啊 但在爸妈的份上 赏你这邀请函 你可别忘了 你要订婚了 跟谁啊 那个齐总 那个齐总 知道就好 这周六 陈东少林院 你要来哦 让你这个土包子见识见识 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破天富贵 是什么样的 谁打来的 周晴 他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他说他要订婚了 让我周六去吃饭 在什么 陈东少林院 少林院 那可不便宜啊 看来这个齐男 真下血本了 去吗 那肯定去啊 你不是没事吗 只好去看一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 之前他一直在跟我炫扬那个什么齐总 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但你不是说他只是分公司的一个总监吗 业务能力还不怎么样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 齐男也在骗他 他们说啊 要给那个齐总生孩子的人 从江城排到了巴黎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就更得去看看了 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 成了以后啊 他再整什么腰子出来 哎 喂喂 你怎么也在这儿 爸 是我让姐姐来的 这可是齐总跟你的订分重要日子 叫他来干什么 妈 我跟姐姐之前是有些误会 嗯 也让二位有些不愉快 借此机会 让我们一家四口一起 希望能把误会解除 看看 还是我们情而懂事 还有你 都向你妹妹学习 哈哈哈哈哈哈 走 我要是向他学习的话 你们周家还不翻了天 亲爱的 哎 宝贝你来了 哦 这二位就是伯父跟伯母吧 我姑娘经常提你 今天祝你签成了 是啊 今天见到齐总啊 才发现齐总真是一表人才 伯父 伯母 你们二位客气了啊 客气什么呀 齐总年纪轻轻 就白手起家做出这么大的家业 能看上我们晴儿啊 是她的福分 伯父 伯母 你们过誉了 啊 这位就是晴儿的姐姐吧 亲爱的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啊 是我的姐姐 刚找回来的 从小在外面长大 所以她可能不太懂我这些人的规矩 爸 犯了什么错 您好 我叫洛云威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来往 洛云威 我只邀请了你 又没让你叫他 你把他带过来干什么 这种乡下土包子 怎么能来参加我的订婚宴 周晴 你说话注意点 看来今天这个订婚宴 是不欢迎我来了 是吗 这位 齐总 你知道齐总是干什么的吗 齐总可是 欢迎 欢迎 只要把他们隔开 就不会露馅了 怎么不欢迎呢 那个 来者都是客吧 更何况是晴儿姐姐带来的朋友嘛 这样 我给你二位先派一个包厢 来来来来 干嘛要单独给他们开包厢啊 宝贝 你就算再有钱 也不能把钱花在这种人身上呀 他又不是我腰来的 把他赶出去不就好了 既然你不欢迎我老婆 那我也没必要再惹他 别 今天是我跟晴儿这个订婚的大喜日子 哪有把客人赶出去的道理吗 这样 我呢 给二位再安排一个 不必另外安排了 大家坐一起吧 齐总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可是 你闭嘴 你凶我 我怀着孕子你凶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周晴 别给我蹬鼻子上脸 陆 你怎么能这样对晴儿呢 他还怀着孕呢 怀孕 哦对了 我听薇薇说 她的妹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你再胡说八道什么 明明是三个人 齐总 就你这样被人利用还不知道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管理公司的 真是可惜 骆云威 齐总怎么管理公司 还轮不着你来叫吧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问问周晴 这个孩子哪来的 难道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亲爱的 你忘了 这个孩子是 我俩再喜欢上的呀 这是你的传检报告 上面写着你的怀孕日期 我想问问齐总 你是哪天跟他在一起的 贱人 你口口声声说 孩子是跟我在一起才怀的 结果你怀孕的时间 比我们认识的时间 整整早了一个月 你怎么解释 晴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这孩子不是齐总的吗 带着 你运气 你是会误差的吗 孩子当然是你的 你会误差的 但我是傻 我原以为你是附加千金小姐 绅士清白 原来一直你都在跟我带绿帽子 你怎么把这人也带不来 反正闲人也是闲着 朱琴 你看这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 哎 你居然敢说不认识我 咱俩潺潺没名 这么长时间 你就这么把我给甩了 他现在用脸说不认识我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周行上学时的男朋友 叫做韩飞 也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不是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们在诬陷我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猜他 发誓 这个孩子绝对是你爸 啊 为了周氏的家产 我暂且忍下这个耻辱 如果说你把孩子打掉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总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了 我没有变快你 我看你们谁敢打掉我的孩子 给我闭嘴 这孩子怪你什么事 你这孩子他就是我了 四个月前咱们就是在一起的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这个孩子你打还是不打 打 我打我肯定打 我明天就去打 不行周翘 你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 来人把这个胡言乱语的人 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 好吧你 当年就是你让在医院当护士的王妈 帮你把周家的亲生女儿偷出来遗弃 你现在还要来干我 你可真是给我心狠熟辣 你说什么 你是说我是被护士偷走一气的 你是说我是被护士偷走一气的 你上家序口喷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来人来人 快把这个人打出去 老实交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要支持你吗 把周家的亲生女儿给偷出去 你是什么人 你在这关我们的家事 这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关系 闭嘴 到底怎么回事说 爸你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呢 就算骆云威是被偷出去遗弃的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 你也闭嘴 说 你还不知道呢 这当年未婚嫌疑的李归英 就住在你老婆隔壁的产房 哎呀 早就看上你们周家的财产了 所以就伙同护士 将您的亲生女儿偷了出来 扔在了外面 什么 他看中周家的钱 为什么把我偷走人家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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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你 我没说过家的事 闭嘴 让他说话 哎 当时都听到了医生说话 知道你母亲生下你之后 身体不行 活不了几天 要是不把你扔出去 他怎么带着他的亲生女儿 嫁到周家呀 你什么意思 我明明是我爸妈领养的 哈哈哈哈 领养的 你 是你妈寄养到乡下的 这当时啊 她和周家树结婚不久后 就把你接了回来 哎呀 你才是你妈的亲闺女 你 才是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不 妈 这不是真的 我 你真的是把我寄养在乡下吗 你把我的亲生女儿给我扔了 把你的女儿让我当亲女儿一样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他妈 杀了你 不 不 别别人 我没一个个女儿 你给我记住 你们俩 都别想得到我们周家一纯权的债权 齐总 你劝劝我吧 你好意思让我劝 你给我戴绿帽子的事情 本来我都已经想忍起来了 现在连千金的身份都丢了 你好意思吗 你有脸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明面上的意思 我不要你了 别爱我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难道 天儿骑士集团的集成人流落在外吗 骑士集团的集成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肚子里怀的谁的一种都不知道 赶紧给我滚 齐总 你可不能不认晴儿肚子里的孩子 二伟 今天这个饭局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这样吧 改天我请客给二位赔罪 你二位先走吧 不急 我都要看看 什么是骑士集团的集成人流落在外 是啊 这江城还有第二个骑士集团吗 我怎么不知道 是整齐的齐吗 当然没有第二个 就是你们知道的骑士集团 我们骑儿肚子里怀的 就是骑士集团的集成人 你干什么 你给我闭嘴 没事 齐总只是心情不太好 你无论如何 也要让齐总扔下肚子里的孩子 二位 你们先请回吧 一会儿天黑的该堵车了 就不好走了 齐萱 这骑士集团是要换总裁了吗 我们连孩子都没有哪来的什么继承 我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齐男 你到底什么时候代替我 成为骑士集团的总裁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他代替你 齐总 这个都是误会 因为我正好也姓齐 他们就叫我齐总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代替他 你不是骑士集团的总裁吗 我当然是骑士的 那他那句话什么意思 我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 钟晴 你想怀着我的时候嫁入豪门 没想到 这人给骗了 你真是罪有应得 我赔 你给我住口 我说清楚 跟你说清楚 你配知道清楚吗 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那贾千金也配什么解释清楚 赶紧给我滚 你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你跟我呢 齐总 这件事呢我之后再给您解释 都是误会 真的都是误会 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 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 齐总 你是说 你是说 我亲给你嫁的才是骑士集团的集总 太善人 就是你 污蔑我的女生是个成小子 让我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我不在嫁的 还是真正骑士集团的集总 你是我一对手啊 你顶着我的名头 在外面招摇撞片了多久 齐总我错了 我发誓 我没有顶替您的名义在外面进行招摇撞片 那周晴为什么会认为 你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借用了一下齐总的身份 但是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齐总名义的事情 冒充我的名义 还是我没有做没有损害我的事情 齐总 你饶了我吧 我只是看中周家有几个钱 我才想到这个主意的 你的意思是 你通过冒用齐萱的身份 跟周晴结婚 霸证周家的财产 谁知道这个 周晴她就是个假千金 分不到周家一分钱啊 不然的话 我根本就不敢冒充您的身份啊 你也才基于我们周家的财产 你是铃鲁王 看不上我 要不是你假冒其实几个人财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吗 都谢你 爸爸 这么多年我哪里当亲闺女演 你一直在骗我 你和你妈都不是好东西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 还有死 别打了 看你们够夭壮 叫她俩疼乖 齐萱 我们回家吧 我带你去最近新开的夜餐厅吃饭吧 这里 交给盛俊来处理 好的齐总 还有你 别打了 别打了 那个齐男冒用你的身份 一定得好好处理它 别担心 我刚刚给沈志发现期已经报警了 我们去哪个餐厅吃啊 刚刚处理了那么一大帮讨厌的人 我咋吃的好 放心吧 肯定好吃 那家店的餐厚甜点你绝对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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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удоб 阿尼 infused 感谢观看